据中新网援引日本富士新闻网的消息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今天傍晚左右 与日本方面就释放被挟持的日本人质后腾剑二达成协议 日本驻约旦大使表示 约旦同意用女恐怖分子塞伊达里沙维交换日本人质 另据中新网援引半岛电视台的报道 日本在约旦首都安曼进行斡旋的副外相中山泰秀 在28号下午表示 未来几个小时内预计可能得到有关人质事件的好消息 据新款网报道 在日本当地时间27号晚上11点左右 公布了日本人质首持被俘约旦飞行员卡萨斯贝照片的图像和一段音频 后腾在音频中表示 如果约旦政府如期示范关押在约旦的女球塞伊达里沙维 他自己就能获释 否则被俘的约旦空军飞行员和他本人将被杀害 后腾强调自己只剩24个小时了 而被俘的约旦飞行员留给他的时间则更短 去年12月 卡萨斯贝驾驶的F16战机 在对伊斯兰国进行空袭中坠毁 他在跳伞逃生后被俘 在北京时间6点播的NHK的七点新闻中有提到 日本外交部副部长也就是外务副大臣中山泰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解放人质的活动没有去进展 形势仍然很严峻 继续在收集情报 否认了中东当地媒体最近报道的 在交换伊斯兰国女球上达成一致的这个说法 这是从越旦首都安曼的现地对策本部那边传来的消息 然后在今天NHK的参议院会议的电视直播当中 出现了官方展光中途退席 回到会场以后 岸田文雄外相向安倍晋三耳语传递消息的这么一个场面 但是在之后的记者会见当中 他并没有透露出有新的进展 而且安倍在今天上午表示 对如此极为卑劣的行为表示强烈的愤慨 并在今天的参议院总会上表示 今后也不会向恐怖分子屈服 相关话题我们续续来连线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张斌 和在台北演播室的嘉宾李建南 这一次伊斯兰国第一次公开把后腾舰二和约旦飞行员卡萨斯贝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张斌他们这么做到底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IS采取了把日本人质和约旦的被俘飞行员捆绑在一起的 打包讨价还价的方式 这样就让日本和约旦应该说必须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 约旦必须考虑日本的一个诉求 日本也会尽量的为了保证人质的安全 去对约旦的进行相应的游说 这其实是IS的一个非常非常应该说巧妙的计策 但是这里面就面临一个问题了 如果你交换的话 那就意味着对于反恐方面的打击进行了一个相的妥结 对于这种整体的全球打击恐怖势力 应该说是一种倒退 但是如果不换的话 在约旦国内日本国内都对人质有这样尽量释放 能够让他平安回家的呼声 那么这样的民意如果你不尊重的话 也会给所在国造成很大的影响 因此IS使用了这样一个计将两个国家都拖入了这样一个泥潭 好的 谢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